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确实有很多过人的地方 也在很多方面有突出贡献 他非常喜欢孔子 他决定用孔子的思想统治国家 并且实践也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以后很多君主都效仿他用孔子学来治理国家 但是虽然他非常英明 能看透很多事实 依然有去世的一天 终于有一天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在他知道自己即将去世的时候 他就开始考虑自己的深厚知识了 希望能够让他的子孙代代统治下去 由此他首先立了太子 那时年轻的太子才七岁 汉武帝很担心太子的母亲很年轻 在自己过世后会干涉朝政 像以前的吕后那样 最终大权都落到了旁人的手里 所以他开始找机会借口杀了太子的母亲 并且当时汉武帝让手下赶紧把他带走 不要让太子看见 这位可怜的夫人一直不停的回头 希望皇上能回心转意 放他一条生路 但是没有用 他被带走的这一路上引来了很多人的同情 他本来是无辜的 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 虽然后来很多人都不赞成这个做法 但是为了不引起动乱 汉武帝解释说 以前的国家皇上年幼登基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动荡呢 就是因为皇帝的母亲太年轻强势了 还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力阻止他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他才下了这个命令的 尽管如此也有很多人并不赞同 他们认为这样也太野蛮了 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史学家说 汉武帝这种做法是防御未然 能确保一个潜在的问题被解决了 在这件事情上体现了他的政治能力 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都非常清楚 政治斗争是激烈的 特别在皇宫中 政治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古往今来 经常有不少人牺牲在这种斗争中 为了政治杀一两个女人 简直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汉武帝这样做并不很令人吃惊 也不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了 这种果断凶狠 正是他多年的政治经验 相信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之后这种方法被各朝采用 后来也有活生生的例子 证明了这个方法是具有一定正确性的 比如慈禧太后 如果这个方法一直沿用 就不会发生清朝这种悲剧了 这件事情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了 汉武帝的从政经验非常的丰富 也算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这个决定也使国家更加国泰安康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种方法是